拥有将近1500年历史风情的罗马帝国 与中国的秦汉盛世并列 在宗教、艺术、生活、建筑等都展现文明的辉煌 也吸引不少游客想要到当地一探究竟 现在民众可以不用特别飞到罗马 5月份在台湾就能够看见将近300件的罗马历史真机 打开巨大幕箱 白色的罗马战士雕像 拿着宝剑起身前进 刚从罗马回台的艺人尾翼和廖宇潮 除了特别带回当地的惊喜礼物 还要分享在罗马出外景的拿望经历 所以每次踩在那种 已经上千年的历史的石板路上的时候 你会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回到那个时候 然后也真的会有点幻想是 自己就是那个战士的感觉 在那边就是用散步慢慢的方式 在那边走的话我觉得感觉也很棒 就是旅行的争议吧 你才可以真的去踩在历史古城的一部分 然后接触到那个历史的感觉 罗马包含近1500年帝国历史风情的古文明 吸引不少游客想要一探究竟 而在当时与中国秦汉盛世并列的罗马帝国 在宗教 艺术 生活 建筑等 都展现文明的辉煌 现在在台湾也能看见这些历史真迹 298件的展物都是真迹 而且都是我们跟佛罗伦斯博物馆 一起来合作的 也是台湾第一次完整的来展现 罗马帝国的一个古物的内容 和意大利佛罗伦斯博物馆携手合作 将罗马西元前27年到西元244年之间的展品 运送到台湾 保费也比一般多了十倍 并规划六大展区 包括生活 家庭 互动体验等 预计五月登台 主办单位希望 透过古物在台湾的真实呈现 带领民众回溯到古罗马时期的历史氛围 新唐人员的电视林家伟 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